我們剛剛讓老師體驗了當學生的心情 現在來看統計 您可以按一下這個進度 當然如果你不要公開的話也可以啦 就剛剛那個統計結果不公開也可以 我把它按一下 好 前面呢我們這裡有兩 這一題是所謂的練習體 這裡也是練習體 我們看一下練習體點了 好 進來之後 你看 Frank老師教了兩次還沒過關 誒 有人教了兩次過關了 但是重點是什麼 老師 我們不是要看他過關不過關 我們的重點在於說 到底他是錯在哪一題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們 Frank老師你應該不會怪我吧 你不能自己承認啊 哈哈哈哈 假設我打開 你看 他第一次很慘 有沒有 只對一題 點下去 我們來看 他只有第一題對 有沒有 他錯哪一題 我們看得到 他選什麼答案 我們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你了解意思了嗎 我們的重點是要知道同學為什麼錯嘛 他選了哪一個答案 標準答案是哪一個 然後呢 他錯了 他是選哪一個 像這樣 像這樣 沒有嗎 他沒有選 啊 他沒有選哦 好 那我們看這裡 第二題 那第二題他怎麼錯 哦 有 你看 有沒有 他勾這裡啊 這樣了解了吧 這是我們用所謂練習題的最大好處 就是把他的那個歷程怎麼樣 顯示出來 那這個是看單一個同學的對不對 你看 還可以針對這個哦 題目顯示哦 也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裡面 最後繳交的 然後有多少人是答這一題 有多少人答這一題 這就是整班的統計 對啊 這個也很重要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看到什麼 整班的一個程度嘛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回答那一題 之類的 那當然可以從最高分的 所以你可以用學生的方式來顯示 也可以以題目的方式來顯示 這個是OneNote裡面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所以練習題可以做到這些 那我們來看這種 誒 請問這個節氣是 到底是哪一個 這位老師 你幫我教五次 又不小心 又淋 這個只有兩個答案 可以教五次 那代表 哈哈哈哈 啊 後 要努力一下了 誒 請問一下二十四節氣 到底是陽力還是農力啊 這個我們國小 我們家小朋友 小二的那個寒假座位就在教了嘛 當然是陽力啊 對不對 跟太陽的關係嘛 誒 不過這一題說真的 隨著那個年齡的增長 答錯了越來越多 真的啊 真的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嘿嘿嘿 就是 大家想說農力農力農力 好像跟他比較關係 好 這個是像這樣 那再來我們看這一題 誒 哪一個味道不是 有沒有統計題的 這是投票的 我們看一下 這個 直接去除嘛 誒 看起來大家對鮮跟辣 好像有點疑慮對不對 哭 回答苦的老師 你吃不到苦味嗎 你不能吃苦嗎 哈哈哈哈 苦味有啦 對不對 但是鮮跟辣到底哪一個才是那個 哪一個不是舌頭能夠感覺得到的 鮮味是日本人提出來的嘛 但是鮮喔 事實上跟我們的 誒 老師在煮菜的時候 你把鮮味什麼鮮味大絲啊 像味精那些東西 請問那是什麼味道 誒 你煮的人都不一樣吃過 你都沒有單獨吃過那個 那個其實就是我們講的 魚的那個鮮味 臭熟味 但是很淡的臭熟味啊 我們講的鮮味啊 而且這個好新鮮喔 那個指的就是那個有點像魚鮮味 但是不是那麼重的 不是那麼重的 那真正答案是哪一個 辣味啊 辣味不是味覺 是痛覺 你去吃麻辣火鍋的時候 你的身體在跟你講好痛好痛 你說好吃好吃好吃 辣味真的啦 我有附這個影片 你們都沒有注意看 在這裡 我們點進去的時候 這個地方 進來不是有一個單元說明嗎 人家知道的都已經跑去看答案了 你們都是喜歡按我了解 結果真的不了解 我都把答案公佈在裡面耶 真的啦 真的 你可以去看一看 辣味是痛覺 是痛覺沒有錯 那我們的那個什麼 味覺細胞的很多種嘛 有醺狀的 乳狀的啊 對不對 有不一樣 好 然後呢 趕快回頭 趕快告訴你 說不定 所以 那影片這個 這個咧 欸 我們老師還不錯耶 竟然有一半答對了 答案是高度沒有錯 會不會是有人直接用google的 欸 你知道嗎 我有同學很天才喔 他說老師考這一題我就按右鍵google 然後就找到我以前的影片 有沒有都是我的那個影片 因為我會考這一題啊 真的啦 真的是高度 就是我們的那個 youtube影片的話 如果您直接去看 你看我們在這裡 所以今天oneone沒學好 至少有長知識嘛 對不對 好 隨便找一個 點一個 好 您看到這邊 在這裡 在這邊 如果您是這個240 它其實就是320 乘以240 就是一般以前我們大概VCD的品質 VCD是352乘240 好 那這個呢 就是640乘480 大概就是平常 比如說老師在google的裡面啊 還是一邊網路上文章 看到人家把影片砍在裡面那個尺寸 好 那再上來一點 應該老師也有印象 因為這個是720 480 也就是一般像我們做什麼 DVD 這樣你了解喔 DVD的品質 那這個上去以上 你都會發現後面多一個HD 紅色的 表示1280乘720 也就是我們高畫質 再上去還沒有 有 還有很多 1080 這個指的就是一般常見的 Full HD 叫1920乘以1080 再上去就2K 4K 所以這個是影片的高度 我真的沒有你想的那麼複雜 就是這個 這些老師 都不這麼不相信 開玩笑 來 OK 那您再往下 抗生素這一題呢 這是投票題有沒有 也是一樣 抗生素可以殺死病毒嗎 所以 6乘4 老師答對 以上皆是的就是比較投機取巧有沒有 想說兩個都一起來 哈哈哈 開玩笑了 就是真的 抗生素只能殺細菌而已 所以 現在都 叫你不要亂吃抗生素 為什麼 因為環境裡面太多抗生素 太多了就會有超級細菌沒錯 哈哈哈 因為殺不死了嘛 好 那我們往後看 來來來來 這個塗鴉子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每個老師的 只有兩個答案嘛 所以 會畫在下面的一定是錯的嘛 是嗎 不是啦 畫在上面的才錯啦 這個 你看 有沒有 這個 你還可以播放一下看他當初怎麼畫的 像這個 在畫的過程有點時疑 所以這個老師可能不是很肯定 這樣了解 對 你可以看到他當初怎麼畫的啊 對啊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找看看 像這位老師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 所以 我們胃有兩個門嘛 一個是奔門 一個是幽門 奔門 所以你如果聽過一刺聲 會修心 胃酸膩油 就是上面那個門沒關好 所以他就胃酸就跑到死道去的 你就會覺得 喔好熱 為什麼會修心 因為死道會不會經過心上 會啊 對啊 所以你會覺得 我怎麼好像心臟這裡熱熱的 其實是死道在熱 濁熱感嘛 啊 幽門就是在出來那邊 所以幽門過去的就是大家常聽到的 像以肌等 所有只常潰瘍啊 有沒有 就是在那邊 所以這樣有沒有好玩 如果像你打開之後沒有看到圖片 你就按一下 那就顯示出來了 就顯示出來了 所以各位老師你玩過這樣之後 有沒有發現 彎道真的長得跟變不太一樣 對不對 你用 你可以在課堂上設計一些不一樣的什麼 考級 不見得要考很多 但是可以讓 簡單幾題 我們就可以測一些同學的程度也好 增加一些互動性 那後面這兩題 等一下我們就一起再來做一下囉 開始 結束 適量 二 是